嗨各位我是景川一本频道最重要的系列配菜系列 今天收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间神奇的四色公司打造了一个游乐平台 这些年间众多的游戏 学员偶像演唱 玉珠轮转高塔 英灵时空战争赛马光辉竞速 进驻到此之上创造了一座客家观赏老少闲衣 人人都找得到属于自己游乐场的多元宇宙 但是呢各位或许有所不值的是在这个宇宙圆盘的背后我们翻过来 究竟有多么爆炸多么混沌多么充满可能性的暗黑宇宙 那对行家庄的行家才知道网路上有一座神秘砖属于绅士门的绿洲 宫口R18 这是一艘承载着热血骚年的冲动与欲望的梦想之船 厂商这次交派给我的任务呢 就是来各位任上面的其中一款游戏绅士冒险 OK那《绅士冒险》是公口R18平台打从创始之初 就在热搜榜上一直榜上有名的超级老大哥 直到现任王者天下部门的面试 他才稍微挪了挪屁股给年轻人腾出了一点位子啊 但当然《绅士冒险》依旧是以平台上的正战之宝的身姿 温稳的坐在了第二名之上 那又说到《绅士冒险》为何会如此受欢迎 那我想第一大要点就是它是一款正常到不能再正常 王道都不能再王道的手机游戏 你能想到的最最最传统的各种玩法跟系统 不管是抽脚稀有度好感度每日任务每日奖励故事主线放置系的自动战斗 全部都跟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千千万万表层的手游 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但是但是但是重点来了 《绅士冒险》同时也是一些经典款手游的最终完成型 因为第一这是一款for not good boys and girls but for独到一面绅士的游戏 当你死死的盯着手机上各个漂亮妹子的精致力会想说 哇这对桃娃娃真的是太浑原了呀 哇这片蜜桃实实太扎实了啊 哇啊我婆香如芬美如画 好想对她做出了戳戳摸摸之外的事情啊 可是你却啥都做不了 对就是身为人类吧 身为表层手游的极限 然而我们有恃无恐的绅士冒险 它却有办法满足我们每一个一闪而过的邪恶欲望 备注接下来内容我会尽力在YouTube办法给过范围内去做解释 因为你们知道这游戏我整个玩下来两个半小时 有一个小时的画面通通不能用 所以至少光从这句话 各位多少可以感受到这游戏虽然是游戏 但绝对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好吗 OK那本作的背景架构你们懂的是宇宙无敌传统的奇幻冒险故事 主角与可爱的又训染还有他非常万能的工具人 好基友三人跟随女神大人的指引前往四方大陆寻找四大元素目标拯救世界的冒险之旅 途中他们将会遇上各式各样不同职业不同属性不同种族不同胸围的可爱妹子 将他们征召为自己的伙伴也就是跑主线搜集SR角色的意思 比方说玩家第一个可以拿到的红毛性感欲解神枪手爱玛 他就是我们最初可以取得的新英雄 主角的杰斯特跟阿基里斯虽然也算在里面哦 但说实在你们大概对这对臭男神一点兴趣都没有啦 反正神枪手爱玛以及前面有提到的主角又训染柔衣这些女角 只要我们点进英雄的界面就会找到本作至关重要的好感度系统 透过持续满足他们的需求就可以接连解锁各种超棒的福利 提升直接提升星级之类的 当然也有你我都能联想到的最直觉的福利 哇这对塔娃娃真是太浑源了啊 那为何不将他解锁呢 还有各位可以看到本作的秘密这个栏位 与绅士冒险中每一位女性角色都配备着专属于他们的秘密 这是一串以他们为柔心的支线任务哦 秘密以三张拼图状的CG表示将继续提升好感度解锁条件 就能获得一块又一块的拼图 当整张CG完成后恭喜你解锁了所谓16.5隐藏剧情啦 全程LIFE 2D一个女角一共有三段 代表她甚至不是跟你一泡冥恩仇然后就有不了了之的 想要与你最爱的妹子真正结合这条路可是任重而道远啊 所以呢左边这一排就是生世冒险中正在等待着各位的后宫嘉丽们 右边的一大片马赛克呃他不是静止画面 而是这游戏的觉悟啊你们看到了吗 其中哪一位是你最终意的妹子就朝着她的路线笔直前进吧 生世冒险可以在公口R18上面玩到 无论是使用安卓还是苹果系统就连PC也可以游玩 要是你真的想来我隐区无双不留痕 机制游戏也是有网页版的 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各位勇者们的加入了啊 我是景川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